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焦点视频 指微揭闭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焦二方师傅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 师傅今集我想跟大家谈谈 因为有时候有些观众 他都会问 师傅 我们知道了大家不同的案例 但我们又怎样知道自己 究竟命格 命盘 是适合做什么 或者不适合做什么 当然这句说话的潜台词 可能在一些人生决定上 可能是一些感情 又或者是事业 大家都知道感情有时候 未必一定是自己控制到的 但事业理论上 都自己一定可以控制到的 所以今集我也想邀请老师 给大家一些提示 例如在人生事业规划上 如何透过一个命盘 给自己最真确的信息 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路线 如何走 我假定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可能是做生意 第二种就是正常打工 胆白说 第三种可能是做一些娱乐事业 或者一些偏满的行业 所以我就想邀请教师傅 好 很多人都问我 究竟我懂不懂做生意 还是打工呢 基本上要看两个工位 当然这个工位是比较着重一点的 就是你的官六宫和你的财白宫 那你的官六宫里面的声系里面强不强呢 如果你强的话 也就是让你做事很有毅力 很积极 同时呢 看看你里面的官六宫 有没有好的吉星在护道呢 你的主星有否漂亮呢 吉星是包括化学 化拳和化科 这叫做吉星 叫做感上添花的意思 那吉星的好处就是 看看你如果做生意 你有没有紫微星呢 因为紫微属于帝座 那逢是紫微做官六宫 一定做老板的 就算他不做老板呢 都是一个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 就是管了整个公司的决策权了 几乎 那这个就是紫微星了 那你有没有紫微星呢 那紫微里面有没有化拳呢 化禄呢 和化科 最重要是这对星 尤其是有一些更强的 就是有个母曲星 母曲就是一个财白之主 那你就是说呢 你很想去赚钱了 那尤其是母曲呢 再加化拳呢 他真的很有这方面的进取的能力 和去赚钱的能力 那这个星呢 也是可以创业 可以做老板的 那再者呢 除了这些这么漂亮的吉星之外呢 其实来说我们做老板呢 必须要有一些好的贵人去扶持了 那上两集呢 我都曾经说过的 贵人呢 是有四大类的贵人 一定是不少得 有个天灰、天月 叫做男女的贵人 天灰呢 我们通常是形容男的贵人的 嗯 天月呢 就是女的贵人的 那这个是天灰、天月 那再者 还有没有左腐右拔呢 这一对星是很重要的 所以叫做左右丞相 那你做到紫微、做到帝座 你都有一些丞相 就是有些所谓的属下 去帮你手的 所以这是必须条件来的 那还有了 那既然你那个官六公 和你那个财八公 有这些星之外呢 还有一颗星呢 都挺搞笑的 什么搞笑呢 叫做财八公是可以化妓的 是 很多人都说 六权科技 技当然是很不够 技当然是最不好 但是反而 技在你的财八公 有时候浓口反绝的 这浓口反绝呢 当然 在你的技里面 有没有地空地劫 假设如果他没有地空地劫 那就行了 哦 那就是说 你会为他去赚钱 去周转 或者你那个事业 或者你的行头 那你就要去赚钱 或者你去借钱 那就欠一些债务 所以有可能就会成为 就是说 你所谓 有人就叫做 十个情 九个盖 左级右级 但是呢 他的事业导致很多的 或者fanchry 或者很多间的事业 那你的财富可能不够 你就去左级右级 所以就会形成了 有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你的财八公是会化妓的 嗯 嗯 那这个呢 都是适宜是做生意的 那这个呢 就是你的好处了 还有 做生意来说呢 还要有些好的伙计 对吧 你看一下你的兄弟公 是否漂亮的主星 先 因为你兄弟公 可以说你的partnership 就是你的手足 是不是跟你一起去打江山呢 那如果你的兄弟公里面 也是有一些很漂亮的主星的 或者你有父母公 和你的兄弟公 有左腹右拔的 两个叫做左右夹 夹持住你的呢 你真的没得受了 你就是呢 又有些长辈 又有些弘夹 又有些弘夹 去帮你 因为左腹右拔 是无条件 去支持你 去被你猜遣的 这对星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呢 左右夹命 叫做左右夹跪呢 也都是可以的 或者天灰天月 隔着你中间的命公 就是说你父母公 或者你的兄弟公 有或者你的天灰 或者天月 或者左腹或者右拔呢 你都可以成为 你可以做生意的一种名格 就是你天父的好命 所谓叫做 叫死好命 那这些呢 都是可以做到生意的人选 是 好了 那有些人呢 可能他也没有什么 一些很特别的大的想法 大眼球呢 就有一份安稳稳的工作 又或者呢 就是可能呢 就是除了安稳 那他可能都希望呢 就是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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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上的 就是他可能又觉得 喂 风险太大了 做生意 是吧 打工最实际 那正常常打工 或者做一些公务员 那些那他的命盘 有什么特质呢 好啊 那刚才也说了 做生意呢 必须呢 就是你的官六公很漂亮 财八公不漂亮不要紧的 那你就可以做生意了 那如果你不适宜做生意 适宜打工呢 就会反过来 你的财八公一定要漂亮 例如什么呢 例如有些天童 有些天虎 甚至乎有粒泉 那些在你的财八公呢 那你就适宜真的打工了 打工的一足了 尤其是天同星 因为呢 你也知道做政府工呢 都挺他条的 尤其是以往 基本上呢 够钟你就收工了 不是OT的 是吧 那年年就加工的 那这个呢 又是非常好的主星 就是炭星来的 那你在财八公里面 看到了 很多客人都问我 究竟我是适宜创业好 还是打工好呢 所以我一定都是要看这两个星的 看看你的工位里面 你的财八公 是不是好的主星呢 優柔的主星呢 是不是有粒泉 或者化粒在你的财八公呢 那就是呢 年年都加薪 年年进着了 那就更加好了 如果假设你 很多人是这样的 很多人是身兼素职的 但是呢 他的财八公是 freelance job freelance 他有很多 很多样东西 那都是成为呢 你是不是可以 打工好 定优或是创业好 可以两者兼备的 可以的 例如你的财八公里面 有一些主星都挺漂亮的 很优优 但是你可能会多了 一粒左腿右拔的 那些都可能呢 有相线的发展的 嗯 OK 那当然啦 就是啊 做生意讲了 打工仔讲了 啊 近这些十年呢 有些新兴的行业 就是例如做些什么 网红啊 那些 那当然啦 都有一些是可能是偏满的 就是偏满 就是偏满 不是那些打家劫性 卖白粉那些 就是可能是 纯粹是说 就是一些有时有有时没有的钱 这类型的业务 那是哪一类型它是适合去做这类型的生意呢 那呢 偏满的事业呢 离不开呢 有三个主星呢 是很容易拌拌的 嗯 就是杀破狼这三个星 杀叫七杀 破叫破军 罗叫贪狼 这三个星呢 是有一个的意味呢 是可以拌拌的 嗯 还有一个叫做廉晶 廉晶 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可能性 另外 尤其是呢 你在你的 在你的内门里面 里面有没有灵星 火星呢 这些什么都可以的 就是 例如灵贪 或者灵火 这一类都是有一个偏才偏满的声势里面出现的 都是有机会令到你的才华、偏满那方面可以发挥 尤其是我们做一些娱乐事业 上两集我都有讲到姜涛和Anson他们 一定有桃花星 桃花星即是红联、天气、咸池、天瑶这些星 在你的官六宫或财八宫显露出来 你也可以练习或练习娱乐事业 希望今集内容可以给大家 当然以上的概述真的是概述 如果大家想详细知道 甚至有时不一定的方向 可能是在时间上 想得到一个最清晰的画面 也可以在影片资讯栏找到焦耳方师傅的联络方法 而且始终是时间关系 很多行业我们都说不到的 科学阶、太空人 以上你都没有听到 如果想详细详细的话 可以请教焦耳方师傅 下一集我们继续与师傅研究其中的 关于尖利斗素命款的问题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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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